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到一年时间 世界各地火山活动频传 台北大屯山更为民众知其 一次出现新喷口冒白烟 地底下的岩枪库成了固定式炸弹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在这个大屯山火山群 很多人也会来这边登山 不过你可能很难想象 我脚底下踩着的20公里下 其实现在有一个岩浆带 而且这个岩浆带的范围 其实扩大到了整个有三分之一的台北市 其实在靠金山万里这一侧 大概二十几公里深 有一个岩浆库 就是所谓岩浆聚集的地方 那顾名示意 岩浆库就是提供火山喷发的主要来源 所谓的岩浆库存在的话 代表大屯火山区 未来我们不能排除 就是说岩浆跑到地表 就是火山喷发这种可能性 大屯火山观测站主任林振宏 常年研究大屯山动态 地底下有任何微妙变化 一看就知道 去年利用地震波监测 发现岩浆库存在 让大屯山近身为火火山 当然如果真的火山要喷发之前 除了火山的气体 或喷这个成分改变以外 其实会有大量的地震会产生 那也会地壳会被台深会改变 根据十多年来的数据显示 青天岡部分区域持续长高 地形抬升约每年0.5公分 推断地壳仍有压力存在 专家学者透过砖井研新 和火山会研究进一步研判 大屯山最后喷发时间点 距今不到6000年 所以刚刚有这些地震的增加 或者火山气体 或者地壳变形 或者地温的改变 如果我们在这个区域同时看到 好多种这样的异常现象的话 其实这个就有可能是代表 火山要喷发的一个前兆 在国际的名义是叫 定义是叫做潜在的火火山 可是因为民众无法了解 讲潜在他就觉得是会活动的 所以我们最后学者 就是当他专家最后定义 是叫做休眠的火火山 红色外套整齐化衣 雨鞋口罩都是标准配备 大屯火山观测站设立6年多来 研究人员每周得划上两到三天 爬遍大屯山每个角落 近距离和火山面对面 看到这样子烟雾缭绕的场景 你可能觉得很梦幻 那其实我在现场有点受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硫磺味真的非常的重 这些其实都是从地底下 喷出来的气体 那如果要去监测到底这个火山群 还有没有活动的迹象呢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从第一关开始 我们要监测它的温泉水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在做温泉水的测量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水非常的滚 所以我们通常人要靠近的时候 都要比较小心一点 那当我们把水取到这里来的时候 像这一支是手持室的 PH值的测定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PH值正在跑 所以这边的水它的 其实它非常的酸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站呢 要做的就是气体的分析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等一下要采集地底下的气体 那我们等一下现在要先插这个钛管到这个略锡里面 像这样气体的洞口里面的温度大概多高啊 里面的温度大概有95度左右 那我现在透过这个抽气的装置 我将这个火山的气体把它导引过来了 火山喷发不只对大台北地区会有影响 火山会随着气流飘散 影响范围更可能扩及周边国家 目前多方面数据显示大屯火山 机上稳定 但掌握资讯越齐全 发生任何状况时配套也会越周全